2017年10月10日 法国各大公会号召540万公务员 于10月10日发起全国性大罢工 在全法90个地区举行130场街头示威游行 抗议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对公务员以及法国购买力产生的强烈负面影响 这是10年来法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务员罢工 由于参与者涉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教师、警察等多个岗位 这场大罢工给法国社会及经济造成了不小影响 巴黎的罢工游行于10月10日下午14点 从共和国广场出发前往民族广场 法国各大公会此次号召和组织罢工 主要抗议的内容包括 政府决定在5年内削减12万公营部门岗位 冻结公务员的工资 重新审视他们的地位 提高社会分摊金以及劳动法改革等等 法国九大公会罕见的一致号召 包括政府机构、医院和地方政府雇佣的公务员和员工罢工一天 上街抗议这些被他们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改革措施 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 改革的目标是为了重塑卓越的公共服务 为了重塑卓越的公共服务 让公立学校和医院做得更好 法国总理菲利普周一在媒体上 就周二大规模接头抗议回应说 政府坚持针对公营企业宣布的改革措施 此举被媒体解读为马克龙政府在给民众打预防针 但尚难估计是否可以有效平息众怒 这里是2017年10月10号下午4点半 在我身后的就是15年以来 全法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务员大罢工 他们的行进路线从共和国广场已经到了纳逊广场 根据媒体报道 法国各大工会此次号召和组织罢工主要的抗议内容 包括政府决定在五年内销弱12万的公营部门岗位 冻结公务员的工资 重新审视他们的地位 提高社会分摊金 以及劳动法改革等等 那么法国九大工会罕见一致的号召 包括政府机构 医院和地方政府雇佣的公务员和员工 罢工一天 上街抗议他们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改革措施 当时市民安抗议 美国大逊 贡量行政策 卫量行政策 向法国家工 老师大逊 贡量行政策 小型民安抗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据了解 在法国的90个省内 预计会有130场游行 而在法国巴黎的这一场游行 预计在下午6点到6点半之间结束 法国华人卫视巴黎报道